在当地时间星期二的晚上 美国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就加入到了全体的民主党人 通过了一项决议 谴责特朗普总统对几名众议院少数族裔民主党女议员的种族主义言论 众议院就以240票对187票通过了这项决议 强烈谴责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论 并称这些言论使对美国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恐惧和仇恨合法化 并加剧了这种恐惧和仇恨 而与此同时 五眼联盟中的几个国家也纷纷表态 对特朗普的言论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但有一位目前还没有发声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7月17日 星期三 这里是银爵之光 展现大洋洲的纯美城者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我是自媒体人岳哥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五眼联盟美国之外的几个国家 对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论 究竟做了怎样的反应 即将离任的英国首相特里莎梅 就透过他的新闻发言人表示 特朗普用来指代和形容 这些女性的言语 是完全不能够被接受的 英国下任首相热门候选人 鲍里斯约翰逊 也对特朗普的话进行了批评 他说 如果你是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国家的领导人 你真不应该说出 类似送他们指少数族裔回祖国这样的言论 鲍里斯约翰逊还认为 这种说法是几十年前的过时言论 当鲍里斯约翰逊被追问 他是否认为特朗普的这些话 是种族主义言论的时候 鲍里斯约翰逊顾左右而言 他说 他只是不理解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会说这样的话 当记者在进一步的追问的时候 他表示 你可以从过往我对特朗普的评论中看出究竟 和英国政客的婉转相比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表态 就要稍微鲜明一点 可以看出来他差一点点就直接说出 特朗普的话是种族主义的言论 不过他忍住了没有说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他就表示 我认为 加拿大人和所有地球人都会知道 我是如何来看待这些言论的 这不是我们加拿大人做事的方式 特鲁多还特别强调 多元是加拿大最伟大的力量之一 加拿大人将会继续捍卫多元性 纽西兰女总理杰西达阿德恩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 他一般不评论 不介入别人的政治的观点 但是现在对多数人来说 应该是很明确的 那就是他完全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 他表示 在纽西兰 纽西兰的议会就是名义代表聚集之地 名义就涵盖了许多不同的文化以及种族 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样 纽西兰女总理杰西达阿德恩 也提到了多元性这一个词语 他说我们应该庆祝我们的多元性 我们以多元性为豪 所以我完全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 在五眼联盟中 目前唯一没有对特朗普的言论进行批评的 就是澳大利亚的总理斯科特莫里森了 斯科特莫里森在澳大利亚普遍认为政治上并不老练 突出的特点就是口直心快 但这一次截至我制作这则视频的时候 斯科特莫里森居然非常罕见 还没有发生 相信澳大利亚的媒体近期还会非常频密的来追问 斯科特莫里森对特朗普言论的看法 但是现在让斯科特莫里森来批评特朗普 他可能有点尴尬 因为就是在这一周他得到了一个邀请 这个邀请来自特朗普 特朗普又邀请斯科特莫里森 在九月中旬出访美国 而且言之凿凿的承诺了 将会在白宫里举行国宴来款待斯科特莫里森 相信斯科特莫里森会非常看重来自特朗普的邀请 因为上一次在白宫接受美国国宴款待的 已经要追溯到2006年了 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 就接受了小布什在白宫的国宴款待 而目前在特朗普的任上 在白宫享受了国宴待遇的 只有法国的总统马克龙 所以要这顿饭 要这顿国宴能够如期的进行 要这个国宴吃得开心 吃得happy 斯科特莫里森恐怕不得不斟酌一番 是不是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来批评特朗普的所谓的种族主义的言论 事实上斯科特莫里森 在赢得澳大利亚的大选之后 在整合了党内的矛盾纷争之后 他终于开始把更多的时间 放入到国际事务上面了 而在日本的集团体大阪峰会之后 非常明显的 那就是斯科特开始与特朗普走得非常的近 斯科特莫里森已经在很多场合 就公开表达了对美国的赞美 特别是非常高调的 表达了他对特朗普本人的赞赏 最近一次对美国表忠常 就发生在7月12日 在由美国参加的护身军刀演习中 斯科特莫里森就直接登上了 美国的里根号航空母舰 他并且表示里根号的存在 里根号能够参加军事演习 就再一次印证了 美国对太平洋地区安全的承诺 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的军事演习 一般是每两年一次 今年已经是第八次了 在今年的护身军刀 2019军事演习中 除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外 还有纽西兰 加拿大美国和日本的参加 演习将从7月11日一直持续到7月24日 可以看出在斯科特莫里森的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中 美国将会毋庸置疑的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斯科特莫里森希望美国能够帮助澳大利亚 纽西兰这样的国家 来制衡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的扩张 因为有这样非常强烈的战略诉求 所以斯科特莫里森会不会批评特朗普的言论 什么时候批评 什么样的形式来批评 估计斯科特莫里森和他的团队 要好好拿捏这个分寸了 斯科特莫里森过往一段时间 眼花缭乱的对美国 对特朗普的生猛的赞美 相信是有客套的成分在里面 相信还是为了他的战略在做考虑 同样的 如果希望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多的能量 从而牵制中国 要想这一战略得到实施 那么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要批评特朗普 怎样批评特朗普 调门怎么样 相信斯科特莫里森和他的团队 都在谨慎的拿捏分寸 如果批的过了火 那么根据斯科特莫里森对特朗普的了解 特朗普完全有可能在第一时间就取消掉 已经安排好的所谓的白宫的国宴款待 而这顿饭吃不成 相信斯科特莫里森也会担忧他的战略的推进和实现 斯科特莫里森过往对难民 对庇护者没有温情 持强硬立场 已经让他饱受争议 而这一次 面对特朗普如此恶劣的涉嫌种族主义的言论 如果斯科特莫里森 一句话不说 保持揭默 相信也会让更多的人质疑他的移民政策 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相信 和谐和多元是澳大利亚最宝贵 最值得珍惜的特质 未经济证啊 storage